大家好 我是白龍 歡迎來到各位個人的頻道 咖哩一直是我們從小到大的國民美食 我們吃過印度式 日式 台式 各種不同的咖哩 但是在素食咖哩裡面 有哪些食材是絕對NG的呢 全聯之前有發一篇超級搞笑的貼文 他說咖哩可以拯救所有難吃的配菜 所以我就很好奇 我在IG上面發了一則限動 來統計大家覺得放在咖哩裡面 最難吃的食材 所以最不適合放在咖哩裡面的食材 前四名分別是 三色豆 海帶 苦瓜 還有蘿蔔 到底這些食材放在咖哩裡面 會蹦出什麼新滋味呢 拿給親朋好友吃 他們又會有什麼心得呢 我們的實測 馬上開始 今天使用的是乾爹提供的 S&B 金牌純素咖哩塊 上面就清楚地標示 無蛋奶 不含動物性原料 素食者超放心使用 台灣銷售第一名的素食咖哩塊 在台灣販售已經15年了 是日本百年的品牌 日本家家必備調味料 全球唯一一款日本生產原裝進口的純素咖哩 素食種天然新香浪製作 咖哩香氣很開胃 口味不會死鹹 又有層次感 我們今天分別製作了兩個版本 第一版使用的是 三色豆 海帶 苦瓜 蘿蔔 這幾個不一樣可怕的食材 直接丟進我們的咖哩裡面 做出一碗咖哩飯 為了不要讓大家對咖哩崩壞 我們另外做了一個正常版 使用紅蘿蔔 馬鈴薯 還有另外添加了S&B的紅罐咖哩粉 未附胡椒鹽 到我們的榨樹竹排 添加一些獨特的風味 -你現在很餓? 對啊 我今天只有吃一餐而已 -好了嗎? 來 請上菜 我們的傷兵計畫阿倫 -傷兵計畫阿倫 傷兵計畫阿倫 傷兵計畫阿倫 -你現在很餓? 對啊 我今天只有吃一餐而已 -好嗎? 你就... 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第一盒咖哩 -怎麼了? 很燙 -還好 有苦瓜耶 可是它感覺有點苦苦的 怎麼會苦瓜放在咖哩飯裡面 我覺得不錯阿 不過我不是很喜歡加苦瓜 就是有吃到苦瓜融在裡面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法里本身不錯 這是蘿蔔對不對? 你是亂加嗎? -兩人咖哩會加白蘿蔔嗎? 不是這樣 -你是紅蘿蔔沒有用白蘿蔔代替對不對? -馬鈴薯 -你有吃到馬鈴薯? -這不是馬鈴薯嗎? -它有點苦苦的耶 是正常的嗎? 苦瓜喔? 苦瓜喔? 我覺得很鬧 -但我覺得這個是在整我耶 哈哈哈 -這是人家的剩菜耶 我有看 -不是剩菜 -喔 不是剩菜 -所以所有的剩菜可以把它放進去 -欸 我覺得覺得苦瓜很好吃耶 -等一下 要不要問我們問題嗎? -好 那你覺得哪個配... -你 -我覺得苦瓜咖哩可以變成一道菜 -可是我覺得在咖哩裡面的東西都沒有差耶 -放什麼進去都沒差耶 -就是只是吃它咖哩味 -所以咖哩是覺得配 -最怪喔 我覺得還膽 -這個是奇怪咖哩嗎? -我知道了 -你前一陣子在IG問大家 -咖哩配什麼東西最怪對不對? -然後你... -你那種人不知道嗎? -真的是被陰了啊 -吃起來像是在吃咖哩口味的觀眾主 -不是在吃咖哩飯 -四種最不想夾到咖哩裡面的配料 -然後三色豆 -那個很多人討厭 -我覺得挑選第一名應該是芋頭之類的 -我覺得很好吃啊 -很特別對不對? -根本就不會不好吃啊 -我覺得苦瓜很好吃 -這樣咖哩還蠻厲害的 -就是好像加什麼東西都可以吃的感覺 -其實我覺得可以耶 -咖哩最適合加什麼料 -馬鈴薯 -南瓜 -就這種澱粉啊 -然後會有那種就是熬出澱粉 -稠稠感的那種東西 -我很喜歡加硬嘴豆啦 -或扁豆 -印度餐廳的咖哩會加那種豆類 -馬鈴薯 紅蘿蔔 -嗯 洋蔥 -玉米啊 豌豆啊 紅蘿蔔 -馬鈴薯 紅蘿蔔 -這是豬排嗎 -這看起來比較正常的 -我覺得好吃 -就那個煮得綿綿的那個口感 -然後就是大塊的這樣子 -喔 你做的喔? -我用豬肉做的 -不錯耶 這蠻好吃的 -我覺得味道偏重啊 -我比較喜歡就是可以辣在一起吃的那種料理 -你自己做的 我蠻喜歡的耶 它不會有很重的那種塑料味 -它口感蠻軟的 -馬鈴薯果然比較在 比較日式的那一種 -才日式那一種 -你覺得咖哩喔 挽救他們嗎 -完全沒有啊 完全沒有啊 -這個很好吃耶 -我喜歡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甜 -那咖哩你比較喜歡哪一個? -咖哩的味道嗎? -你看日式咖哩 那個會稀稀的 -可是苦瓜出水是嗎? -可以這筆 -那個比較好吃 -剛剛那個苦瓜 -那上面覺得呢? -我覺得這個 -我覺得這個跟其他苦瓜很好吃 -很煩耶 -很強烤苦瓜 -那這個呢? -特別啊 而且你看那個咖哩的味道 -味道超好的 -這個比較好吃 -對啊 你看吧 -因為這個比較燙 -那你... -沒有啦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-喜歡吃有味道一點 -這個比較有味道 -沒有 -這比較沒味道 -這個... -這兩個其實都是用同一種感 -欸? -我們有煮過啊 -哪就是這個味道 -我知道是很愛你的業配 -我們平常吃的就是這個味道的感覺 -這個我們真的蠻常吃的耶 -好像有耶 -這阿樂圖有看過 -我覺得就是天然之別 -OK -你有吃這個奇怪配菜嗎? -我覺得超難吃耶 -其實是日式咖哩啊 -甜甜的 脆脆的 -我會煮咖哩飯的人在煮的 -蛤? -這樣是這個評價 -這道如果煮得很爛 而且這個切小一點 -然後洋蔥加多一點就很好吃 -就是我們平常煮的 -專業 -我會煮飯的人在煮咖哩飯 -這麼大的話都在幹嘛 -對 -這根本就完全不專業的咖哩你知道嗎? -很敷衍 -這是你自己做的啊? -我自己做的啊 -整個好吃啊 -你要不要改一下片語 -這個配這個咖哩也非常好吃 -搭配 -喔真的假的? -嗯... -好吃 快吃完了 做完這次的訪問 大家一致認同正常版的咖哩很好吃 但我滿意外今天採訪的人 能夠把第一版的咖哩食材吃進口 還是我們原本都對這些食材太恐懼? 嘗試過說不定你也能解手 歡迎留言你最害怕加在咖哩的食材是什麼 -嗨... 好 採訪完大家吃起來的心得啦 我覺得這咖哩剛熱出來 咖哩香氣真的超級棒 而且吃起來又不會死鹹 很有層次感 你覺得咖哩還是配馬鈴薯跟紅蘿蔔最大 如果大家對純素咖哩塊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到各大超市都可以買得到 到官網購買HELL專屬的優惠折扣 鄉親請看下方的資訊欄 我們到時候也會有一篇貼文的抽獎 會抽出今天使用到的產品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關注我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好 我們今天影片要拍到這邊 我是白龍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趕快做出屬於自己的咖哩料理吧 歡迎下面留言 你最喜歡的咖哩配料是什麼